华南农业大学2月7日发布最新研究称 穿山甲或维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 据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刘亚红在发布会上透露 华南农业大学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教授 沈永毅 肖丽华等科研人员 通过分析1000多份红基因组样品 锁定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 进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检测 揭示穿山甲中Bet冠状病毒的阳性率为70% 进一步对病毒进行分离鉴定 电镜下观察到典型的冠状病毒颗粒结构 最后通过对病毒的基因组分析 发现分离的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似度高达99% 以上结果表明 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 刘亚宏表示 学校及实验室将密切关注新型冠状病毒 可能对我国蓄禽液及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加强动物重大疾病及动物原性 人蓄共患病的监测及研究工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您看 感谢观看